你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輝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總想燦爛時光輝客室 是由公民行動已經進入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人物的專訪 議題的整理還有新聞的回顧 帶大家去了解到一些正義性事件背後 值得我們關注的議題 我們在看這些議題的時候 或不是只有看熱鬧還能夠看門道 我們有YouTube頻道 也有Podcast頻道 歡迎大家能夠訂閱收聽收看 我們當然期待 各位朋友能夠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透過你的捐款 可以讓我們走的更遠 更好做更深度的報導 做更深刻的討論 讓我們一起聽見微小的聲音 在前一陣子台中一中 發生了一件讓人家覺得比較有爭議的事情 就是他們在原遊會的時候 運用諧音梗來增加這個攤位的記憶跟趣味性 不過因為這個諧音梗會涉及到對原住民的歧視 所以也引起了一些社會上面的一些不同的意見 認為說為什麼我們的高中生常常會看到類似的歧視的語言 因為這也不是一個在台中一中發生的事情 在其他地方恐怕也有類似的情況 那當然有人會覺得說 這其實只是一個開玩笑 沒什麼大不了的 不過他真的是很大不了 因為除了台中一中的同學改了這個 這個攤位的名稱之外 台中一中也這個校長也速度的道歉 那當然包括立法委員 與民意代表了也召開記者會表達不滿 甚至也有人提出說 我們要趕快通過這個反歧視法 限制這種所謂的歧視性言論的再次的出現 現在在節目當中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台中文化高中的公民與社會科教師 我們要來進入我們 我覺得非常大家喜歡的教室外的公民課 這個單元 請文化高中的老師來跟我們一起來討論這個話題 今天跟我們討論的是蕭維善蕭老師 蕭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謝謝蕭老師來跟我們談這樣的一個議題 那我想一開始的時候請這個維善老師 來先跟我們講一下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這個事件 那這只是一種在高中生的一種 所謂的諧音梗的刺文化嗎 那因為我們看到在台灣 有越來越多的這種脫口秀 其實也會常常用這種 可能甚至是地獄梗的方式來去 這個嘲笑或是在表達某種的意見 那這只是一個鹹港的刺文化 還是它事實上是一個有具有深層文化歧視的問題 我覺得在這個一中的事件之前 其實這樣子的狀態 或許一直都在發生 只是因為它不是台中一中 那有時候 其他學校也曾經上過新聞 所以我當然這我覺得不是單一事件 那它是不是一個刺文化 我覺得某個角度來看 當然是一個刺文化 這個年輕的孩子 16歲到18歲 他們會有喜歡突出的表現 然後從他們喜歡的YouTuber來看 那些血硬梗的這些YouTuber 也其實也是特別受到歡迎的 這當然是一個刺文化現象沒錯 但只能夠當作一個刺文化 就來解釋這件事情嗎 那當然不是的 所以我覺得 在今天的節目希望可以跟大家談一下 就是它除了是一個刺文化之外 它對於族群的看待上面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在談我們的教育裡面也可能出了什麼問題 我想這其實剛剛談到一個蠻重要的點 就是它對族群的一些態度 還有我們的教育 例如說這是發生在一個高中的校園 那高中 像我們知道最近這幾年非常強調 所有對文化跟人權教育 那好像教了那麼多年 這個問題還是一樣存在 待會我們要請小老師來持續跟我們做這方面的討論 不過我想如果從學生的角度來看 這或許它只是一個創意 就搞個創意 為什麼要小題大做 而且其實也會有一些人會認為說 原住民的朋友也常常自嘲 那我們看到在綜藝節目當中 原住民會有自嘲 或者是說也有人說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這個諧音梗原住民本身也覺得好好笑 那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這有什麼問題嗎 自嘲這件事情 對 其實不同的族群 不一定是原住民 可能 說不定移工也會自嘲 說不定一些不同身份的 譬如說 甚至於 同志身份 或者等等其他 生意障礙者等等 會不會自嘲 也許會 也許不會 但是在這個自嘲背後 我們必須思考一件事情 他這個自嘲 是整個社會 所對他造成的一種不安全感 然後他 他只能夠透過自嘲 來尋求跟這個社會的 融入 或者是 或者他自己的安全感 這其實背後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 原住民之間互相的自嘲 就表示我們 其他非原住民 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去 一起去加入這種諧音梗或者是嘲笑嗎 這當然要做另外的考量 為什麼不可以啊 這不就是大家就很開心 大家聊聊天嗎 這有什麼樣的差別嗎 在我看來 就是自嘲這件事情 是因為譬如說我們都是原住民 然後我們用我們所彼此認同的梗 這個理念 我不會在 我的目的不會去貶抑 你這個族群的社會地位 或者呈現一種 不得已 所以我們只好用自嘲的方式 來尋求某些目的 但是如果是別的族群的話 有可能我特別講就是 優勢族群 當然優勢族群你去開一個 社會上其他 非主流族群或者弱勢族群 用以族群為 為梗來開這個玩笑的時候 你其實無形當中你會造成一種 呃 就是強化了僵化了 這個社會裡面主流族群跟弱勢族群的一種 階級或者地位關係 所以主流族群可以 如果主流族群可以用族群這個 這個概念來開非主流族群的玩笑的話 那這種玩笑裡面往往帶著很多傷害性的 是針對族群性的這種刻板影響 它就會被強化 會被放大 然後形成一個僵固的社會上的階級 所以你覺得應該這樣講的 所謂的 左邊有談到一個概念 我覺得還蠻重要 就是說 呃 為什麼會好笑 是因為有一個很大原因 是因為有人受到傷害 就是說 他談的概念叫做毅力 就是在一個所謂的正常的狀態底下 他其實覺得不會怎麼好笑 例如說在左邊你的電影當中 假設這個人走路 他就是走路其實蠻無聊的 可是如果這個人走路 他踩到香蕉皮滑了一跤 或者是左邊常常就會說啊 在這個生產生產功能當中 他們可能會有一些比較脫序的行為 你就會覺得好笑 所以這種所謂的錯位 從某個角度來講 會被認為是一種不正常的一種面貌 所謂不正常就符合 不符合某種主流的標準 當然是可能是好 也可能是一個不好 那維善老師會認為說 當我們在用嘲笑這件事情的時候 當我們在用這種所謂的嘲弄 這件事情的時候 事實上就是把那個所謂的異常 這件事情或者是那個所謂的錯位 這件事情是特別的放大 並且讓他鞏固僵固他嗎 你是這個意思嗎 是的 我是這個意思 我其實在舉一個類似的例子 這個例子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大家不一定同意了 台灣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藝人 然後他當然過世 他叫諸葛亮 那其實一直以來 他的表演有一個很鮮明的風格 就是嘲諷 那他嘲諷的對象 比較常見的是性別 性別上的一個調侃 但是偶爾也會出現對於族群 原住民這樣子的調侃 那當然我說 我可以稱為這是一種 某種表演文化 然後也有很多鄉親們喜歡這種方式 聽到這個 女來賓被吃豆腐等等的 那 但是 其實他 長期下來 他其實就是塑造一種社會上 族群之間彼此對待的 僵固的方式 我覺得這也是類似的情況 嗯 我想要了解一下 在目前的高中校園裡面 還會有這種所謂的族群的文化的差異 或者是某種歧視現象的差別 或者是說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其實我們從小一直 就在社會教室裡面 可能也會有這種不同的語言的族群 或者是不同的這種種族的族群 例如說原漢之間的差別 那過去常常會有一種情況 就是說 嗯 好像原住民族 呃 會加分 那這個會加分這種所謂的心理的狀態 常常也會引起的一些 呃所謂的漢人學生的這個不滿 我想這件事情 呃 這裡面的這種所謂的爭執應該是比較複雜的 所謂複雜的事 一部分可能是對於原住民文化的一種刻板的印象 那方面其實我覺得在 即使我在大學裡面也會看到我一些 學生對於所謂的加分這件事情的一種不滿哦 我不曉得這會不會 這也許是多慮的 這也會這樣說 他會不會是一種所謂的對於加分文化 再加上原本刻板印象的一種所謂的回應呢 或者是一種在心理上面的反擊呢 那當然呃 創作者的本身他可能沒有這樣的思考 也許是我們做更深刻的一些討論 所發現的一些問題吧 嗯 其實這件事情發生在一中 然後上新聞 我自己有來思考這件事情 就是會不會一種是一個 當然是一個升學型的學校 那一種裡面也有原住民的同學 新住民的同學 那 但是這件事情發生在一中的意義 我在想有沒有跟發生在其他學校 有不同的意義 那我能夠想到的 那我沒有去做任何的研究調查 那我能夠想到就在一中這樣子 分數競爭比較激烈的環境裡面 大家很在乎升學可以考上哪個大學的 這個狀態之下 讓你知道身邊的同學 他考上比一好的大學 然後他是因為族群的關係加分 那這個會不會對一中的同學 產生相對剝奪感 嗯 或許有 或許有 那我也試著去揣測 那如果我是一個念一中的原住民同學 那我在一中念書的時候 有加分這件事情 會造成我在一中這個環境裡面 什麼樣的感受嗎 嗯 我想要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 當然我們這個社會的性貧教育 基本上已經 以亞洲來講已經做得不錯了 我們的女性參政比例或者是 全亞洲第一個同性戀合法的國家 那你要同性戀能夠很自然的在大家面前出櫃 說我是同志 這件事情 其實努力了很久 好 那今天我們同樣的反過來講 你要一個原住民的同學 或者是一個新住民的第二代 他要能夠在大家在同學面前說出 我是原住民或者是我是新住民 這件事情對他來講 會不會有多一層的考慮 如果會的話 那就表示我們這個社會存在著某一種 對這些主群不一樣的想像 才會讓他們 當他們要講出自己的身份的時候 必須 他會小心的 謹慎的 甚至於選擇不講的 那回到剛剛加分這件事情 我覺得加分這件事情 可能就是 這些同學 遭受到身邊 主流族群的同學 另眼看待的 的一個原因 這個是我的猜測 然後特別在一中這樣 分數競爭很激烈的狀態之下 我認為一中生可能 會對加分這件事情更為敏感 這個是我的判斷 不過我們當然沒有辦法說 這些開玩笑的學生 他是因為這個原因 但是的確在我自己的教學經驗當中 所謂的加分這件事情 還是會有一些 漢人的同學是有一些意見 不過回到一個現實 是現在不是沒有加分這件事情嗎 那為什麼大家還是對於所謂原住民族 考試有加分這件事情 還是存在這種印象 現在的這種所謂的原住民族的 這種升學的管道跟以前的加分的做法 應該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吧 對 所以這我就覺得這個是社會上面沒有 我不知道這應該是誰在處理的事情 教育部嗎 或者是更高層次 應該要出來跟大家說 好加分制度 他其實有不同階段的變化 或許之前早期的加分制度 他可能名額不是外加的 他可能會去排擠到 其他同學的名額 但現在的加分 原住民在某些條件之下 他可以乘以1.35 那個其實完全對於一般的同學 因為名額是外加的 所以他完全不會排擠到一般的同學 但是社會上面對這件事情是不清楚的 以為說原住民的加分 他其實就會排擠到其他的同學 那這是一個錯誤的認知 那這個錯誤的認知 一直變成大家主流的想法 其實也沒有太多人去針對這件事情做澄清 你去問學校裡面的老師 高中老師 他們知不知道 原住民的名額是外加的 根本是沒有影響到一般的同學 說不定連老師都不知道了 那這樣的訊息 如何進入我們的教育 或者在大的社會現場去澄清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樣的談事實上是要去先釐清一些 可能有的爭議 或者是可能有的不滿 或者是可能有的這種 所謂的剛剛提到的這種所謂相對剝奪感 但是不管如何 回到一個事實的討論 他事實上是蠻重要的 那其實在學校裡面 除了這些我們看到 原住民族可能存在的 剛剛維善老師所提到的 還是有這些為歧視的問題 那還有什麼樣的一種所謂的文化歧視也在 這個高中裡頭或中學裡頭還是一樣在發生的 其實我的教學經驗裡面 像如果他的父母親是來自於東南亞籍的 我覺得這樣的同學他們也跟原住民同學有類似的境遇 他們其實不太敢在大家面前說出自己的身份 那這個現象就很明確的顯現了我們的 就算是校園裡面 學生還這麼年輕 但是也已經產生了對 平常容易產生對這些族群 原住民或者是新住民他們的不一樣的眼光 明明我們的課綱裡面從國小國中高中 大學沒有課綱 但是我們都教過了 要多元包容尊重 這些課綱都在教 可是為什麼 到目前為止 校園裡面還存在這樣的現象 其實我們要去思考 我們的多元文化教育實施的方式 跟人權教育實施的方式 究竟只是讓學生知道這件事情 還是讓學生真的能夠認同跟理解 這件事情 我覺得中間還是有差異的 我舉個例子好了 伊麗媽克剛很強調 幾大議題的融入 那我本身的學校是有 是屬於高優計畫裡面的前導學校 那現在所謂前導學校就是 他要比其他的高中更早去做 做一些課程或議題的發展 然後再去推廣到其他學校 所以被認為前導學校 那以我的了解 這幾大議題裡面 海洋、環境、人權議題、文化 等等的議題裡面 最少學校申請的就是人權教育 可見人權教育其實是一個非常 不好做的教育 然後當他又要跟多元文化結合的時候 學校裡面 究竟有沒有 特定就是比較完整的課程 在教育學生 多元文化 人權教育這件事情 我覺得目前其實還非常的不足 儘管我們的課程 裡面不要說公民課 教育部強調課綱是容入式的教學 應該各個學科 國文科各學科應該都有 但是事實上學生只是 如果他是考題的話 學生都可以答對 但是學生在答對的同時 學生做出來的行為 卻是跟他的答案是相反的 這讓我想到一句話 就知道是一回事實踐 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覺得這個其實很困難 我所謂很困難 是我自己在教學經驗裡面 就曾經遇到過一個狀態 一種狀態 就是在非常多年以前 我在四星大學任教的時候 大概十多年前 大概十七八年前 然後我就請新著名的朋友 到課堂上面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剛好有事情離開了一下下 那結果回到教室的時候 就出現了一個畫面 就是新住民的同學 這個班上的同學就跟新住民吵架 那為什麼會吵架 因為當時在討論有關於移民法的修法 因為在移民法裡頭會要求 要成為中華民國的國籍 他必須要有財力證明 也必須要有學歷證明 那這個財力證明跟學歷證明 其實對當時 甚至即使是現在 這些新的移民新住民 事實上都有點困難 那所以他們就覺得說 這樣的一個法規 這個政策是有問題的 不過同學都會有一個態度說 政府這樣子定是為你好 為什麼是為你好 一部分就是說 財力證明就是 如果你今天跟你老公離婚了 至少你有一筆錢 然後可以保護你自己 那學歷證明 他的同學們的意思是說 你來這裡本來就要懂這些 台灣的一些文化語言 認識知識 應該就好像我們出國會考託福 會考GRE一樣 我們必須要有一定的語言的能力 那所以他們就開始留一些爭執 一些爭吵 可是我覺得很好玩 這那堂課是多元文化 那堂課叫多元化 是跨文化傳播的課 我們在課堂裡面事實上 在前面幾周 我就在談一些基本的概念 那同學仿佛都理解 可是到了一個實際的經驗的時候 其實就會產生一些衝突 產生一些落差 那後來我就跟同學說 那我們不要考試了 因為這種態度的問題 是沒有辦法考試的 所以我後來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 每一天都在跟同學在聊這件事情 就是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情 然後為什麼會這樣 那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在同學裡面事實上 還是有兩群人 其中的一群其實是比較 站在這些新移民的角度 他是比較少數 另外一群人是比較 剛剛談到的 這大多數同學的這種質疑的反應 那那小群人是誰呢 就是我覺得有兩種 一種是曾經到國外去遊學的 長期遊學的台灣的同學 另外一個是從國外來台灣 讀書的喬生 就是外籍生 那你會發現 這些有國外的跨文化經驗的人 當他在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反而是比較能夠同理 比較能夠去面對這樣的一個問題 可是如果比較沒有這個經驗的時候 事實上比較能夠 比較會從 反而會從自己本位的思考 那這個其實很有趣的 就是包括剛剛談到的 這個108課 或在過去一直以來 就有所謂的多元化教育 人權教育在高中 在中學裡面其實都有 可是還是會發生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待會兒會回過頭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或回頭再請教韋善老師 就是說那 課課剛有了 然後可能也有一些老師在教 那甚至也在考試 那到底是怎麼教的 到底教的方法是有用的嗎 或是有效的嗎 為什麼這樣的問題 其實還是會發生 我們先休息一下 歡迎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主持人 管中翔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民行動影紀錄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人物的專訪 議題的整理 還有新聞的回顧 帶大家了解到一些爭議性事件 因為背後值得我們要關注的議題 讓我們在看這些事情的時候 除了看熱鬧 還要去看門道 我們有YouTube頻道 Podcast頻道 歡迎大家能夠訂閱收聽收看 也期待您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一起聽見微小的聲音 今天在我們的節目當中 邀請到的是台中文化高中的 公民社會科的老師 蕭韋善 韋善老師你好 大家好 我們剛在前面的一段當中 提到了台中一中的事件 也提到了在現在的高中的教育當中 其實是有多元文化 是有所謂的人權教育的 特別是108科 我想也不是108科剛 就是在更早之前的科剛 事實上都蠻重視這些議題跟重視概念 可是回到一個現實的狀況 就是說知道是一回事 實踐是一回事 聽得懂是一回事 可是日常生活展現出來 恐怕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108科剛也好 或者說在高中的 雖然在這些科剛裡面 都有人權跟多元文化教育 那實際上面你們是怎麼教的呢 為什麼還會有這樣一個問題產生呢 就我的瞭解 因為我本身是公民科 那108科剛很大程度的把原住民這個主題 放到108科剛裡面 那放到哪裡呢 在歷史科 歷史科的科剛裡面 增加很多原住民主題的內容 不過我去跟歷史科老師談了一下 那我發現歷史科 他比較是談原住民的 文化的脈絡 發展情況 然後跟一些事件 那我們公民科呢 沒有專門去談原住民 但是很多家版本的 課本都會拿 呃發生在台灣的近期的原住民的一些案例 譬如說 呃 譬如說美麗灣事件啊 或是 那個 亞尼案啊等等的這些 變成課本裡面的 例子 這樣 那這樣子進入108科剛 來談原住民的多人文化 或是人權夠不夠 我覺得遠遠不夠的 嗯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講的那些課程 它是所謂的 呃 考試要考的課程 嗯 那考試要考的課程 老師在教學的過程當中 比較容易傾向於 就是知識性的傳授 嗯 那這些傳授 這這些學生 其實要作答 不難 就是我們剛剛談到的 知道是一回事 知道真的不難 嗯 但是你要把它畫成是你自己的價值觀 這件事情就很難 嗯 所以才會在各高中 這個一直在出現相同類似的事情 包括這次的一種 那 我剛才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好 如果我們不要在 不要只是在必修的課程裡面 考試學課裡面來教這個東西 我們把它開成一門課呢 因為像108科剛裡面有選修課 我自己本身有開了一門課 叫做公民一場事變之旅 那他主要是談事變 當然裡面有很多都是人權議題的 我也有針對原住民的議題 然後開了兩個到三個 就兩週到三週是談原住民的議題 可能是談湯醫生案 有可能是談 這個王光路案 嗯 但 但我剛有提到說 一般的學校 各大議題 所有應該要融入 開課的議題裡面 最少開的就是人權教育的議題 或是多元文化的議題 那多元文化的議題 開的人大概也是用在地文化的角度 或 人家講國際教育現在特別夯 然後在談這些 在講多元文化 但是在講多元文化的時候 都在講說 啊 大家宗教有什麼不一樣 食物有什麼不一樣 服裝有什麼不一樣 嗯 文化有什麼不一樣 但其實 很難有老師會去談到 位階啊 騎士啊 這些議題 嗯 也就是說大家不太從人權的角度去談 談族群之間的事情 那 這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就是 老師們基本上 沒有那麼多老師有能力去談這件事 嗯 那為什麼老師們沒有能力去談這件事情 因為 因為 這個跨族群的東西 大多數老師其實都是 都是 汉民族嘛 所以我們自己對原住民 也沒有那麼的了解 那我們的私培 跟在職 訓練裡面呢 也沒有對於 跨文化的教育 或者是 人權教育去談到跨文化這件事情 也沒有太多的培訓 嗯 所以 呃 譬如說 一中這件事情發生了 學校趕快入班做了輔導了 這是我看到學校對外的新聞稿 嗯 我現在我在此沒有要批評一中的什麼 但是我就在想說 好 那今天不管一中也好 任何學校發生這樣的事情 該校所謂馬上介入那個班級 去做處理 那個處理兩個字我在想 處理了什麼 第一個可能是對該當事人做了輔導 就 輔導處理老師來做輔導 但是接下來那教育的部分怎麼辦 你這個班級 大家表決通過 用這樣子當作你攤位的名稱 那出事了 那接下來學校進來的 教育的部分是什麼 嗯 我們從國小國中高中 都已經跟你講過不要歧視了 跟你講過要多元尊重了 這些東西大家都會了 那發生事情之後學校 是不是再把它重新再講一遍 那這樣有效果嗎 嗯 所以 每一次 只要發生事情 然後學校 又說再跟大家說一次不該歧視 然後因為什麼 所以不該歧視 那如果 在學校教育對於人權教育 對多元化的教育 只是永遠告訴你 這樣子的話 那其實 這件事情 保證就是一直不斷在不同學校發生而已 嗯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 可能 如果國教育要處理這件事情 那必須還是要對線上的老師 再繼續做培訓 就是線上老師你必須帶出來的課程 跟學生之間 你要如何設計課程讓學生能夠去 同理跟理解 這個不同的族群 他們在這個社會裡面是屬於 弱勢或者我們講社會學的名詞 叫被載制的階級的時候 那在這整個結構裡面 他們是怎麼樣去面對這個結構的 那當我們在帶個別的個案 我剛剛提到說 課本上公民課本上提個別的個案 同學可能會去同情 這個個案裡面的這個人 比如說我們講唐英生 我們講王光露 但是 我們的教學不能夠讓同學只停留在同情 這個個別的 主角上面 同學應該去看到這個背後 整個 社會結構性的歧視 或者說我們講的唯歧視 嗯 就是唯歧視裡面 有 有意識的歧視 跟你自己沒有意識的歧視 還有一種就是 這是 末視 當你看到 別人在對 原住民族在 進行可能一些不理話不尊重的行為的時候 你是不是扮演那個漠視者的角色 這也是一種唯歧視 我們如何透過課程讓學生去感受到原來 我在這個裡面的 扮演的角色 我可能也是那個唯歧視裡面當中的一個人 教育必須要教到至少要教到這個層次 不然學生就只是 知道 但是他沒有真正的發現或者接受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 人跟人之間的一個不平等跟原住民族被社會載制的 一個現況 事實上事情發生之後台中一中也邀請了 陳章培倫老師 他去談了一個講座叫做多位文化融合原住民族議題講座 這個題目是 二言是長著翅膀的精靈 陳章培倫老師事實上在教育在公民教育上面事實上也花了非常多的心力 他做這個分享我覺得是一個蠻重要的 不過這個分享是一個場勢但是更落實在一個教學現場該怎麼做 也是另外更值得去關注的議題 我自己覺得在理想上面是帶學生去現場 我自己很多的課都會帶學生去田野或到實際去看 在這些實際的接觸當中就會去打破 會去挑戰自己原來的刻板印象 然後去重新認識一個 其實你可能會產生某種過去的一種 刻板化想法的一群人 我覺得這個實際的接觸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個做法 如果沒有辦法到外面去的話 我自己通常也會去邀請這些 社會裡面相對之下比較弱勢的朋友 他到課堂上面來演講 例如說我的課上 也曾經邀請的精神障礙者來 教室裡面跟大家分享 他自己的一些過程 我不曉得這樣的一種做法 實際的做法 不管是在課堂上面也好 或是剛剛談到的所謂的私培也好 研習也好 是有可能做的嗎 因為我看你的研習活動也非常多 你們一大堆公民老師每天東奔西跑 然後南北一天到要坐高鐵 坐火車都在上課 那這些沒有辦法 透過這種比較實際的接觸或實際的對話 來去更認識或是更體會到 那樣的一種所謂的文化差異 或是你剛剛談到的這種階級問題嗎 主持人問題我覺得有幾點 我回應一下 第一個就是 是不是有這麼多老師對 這個議題 是有敏感性的 或是有關注的 是想談的 是想要在課程裡面帶進來的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是不是有老師 都有這樣的資源 知道要找哪一個適合的人 進來跟 進到課堂上跟同學分享 大家知不知道有沒有資源 還有就是經費的問題 那當然108課堂弄了很多的經費 所以 老師要願意去寫計劃 不過我覺得這都其次 重點是 有多少比例的老師 是有在關注這件事情 是願意 而且有能力去 認識 適當的資源 然後把它帶到課堂裡面 我覺得這其實 都已經快要從108課堂走到118課堂了 這在118課堂之前 我們校園裡面的多文化教育 人權教育到底 可以走到什麼樣的模式 什麼樣的樣子 對學生產什麼樣的影響 我覺得那個路還有非常的長 就我自己在 人權教育這塊領域我所接觸到的 其他學校的 因為我在某些群體裡面 我發現 真的很少學校願意做人權教育 似乎是一個 抗手三域的感覺 抗手商業的原因是什麼 是要 我覺得工業老師都很忙 其實應該講說每個老師 他都有很多包括他教學 或他在研習都很忙 我覺得有時候 是因為他可能心有餘而力不足 有些學校的 學校行政的環境不是那麼的友善 他會認為說 你在談這些事情 我可能會接 學校可能會接到家長的電話 或者是你把學生教了 有這些人權意識 那 有時候學校很難做 那有些是 對授課老師本身會有一個安全感的 疑慮 我教這些東西 我會不會被學校校方推標籤 OK 大家不要懷疑 這些東西其實在現場都存在 所以你知道這種人權議題 就是會被 有可能會被推標籤 這麼嚴重 當然是 好 聽起來 所謂的排射恐怖 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那我要回到另外也是跟民主是有關的議題 這件事情的反應 因為 這個事情發生 因為外界的反應蠻大的 我們看到 在學校裡面 立刻的道歉 但是也不是只有發生在台中一中 包括 張宗 或者是建宗 或是中一中的黑特版也好 或者是靠北版也好 事實上也會出現一些 可能像納粹的符號 甚至有一些 一種比較歧視 或者是一種 一種 極權式的 這種象徵的在裡頭 那當然看到 學校的反應 就會說 這個不可以 然後就開始去禁止 這些或者是 建議他們要拿出 甚至是有些學校 是 報警處理的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 因為外界的壓力很大 然後 快速的 回應的一種做法 當然也有人會提到說 再這樣子下去 應該要定反歧視法 定反歧視法 事實上要去限制這些 歧視的 或所謂 high speech 那這個其實我一直覺得 這個是一件 很值得去討論的事情 我們當然知道 這種所謂的歧視性言論 是不好的 可是 這種 壓抑 某種的 這種言論 那會不會造成某種的 管理的過當 或是會不會造成 所謂的反效果 或說事實上我們可能就是有歧視 但是你不說出來 我們還以為這個世界上是太平的 說出來之後 我雖然可能會有些不舒服 可是我們會知道怎麼去處理這件事情 或者是說 才知道原來 他有一些不滿 我們應該要怎麼去面對他 我不知道 這件事情 我 這樣子後續的發展 是我擔心的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校園裡面的言論自由 或者是會過度的道德化 或者是 這種言論自由 會不會受到一些 不當的審查 那 怎麼去平衡 這一種 在教委裡面怎麼去平衡 所謂的 我們不要去歧視別人 然後但是我們也不要去 壓抑人家的這個言論 這兩個好像有點困難 一種事情 到現在大概兩個禮拜左右 然後 我的信像裡面其實就收到 兩次 學校轉發的 來自於國教署的 來自於地方教育局的 要求各個學校落實 就是多餘文化教育 對民族的尊重等等的 這樣提醒 這樣提醒有沒有用呢 當然沒有用 好 那我覺得 我認為比較實際的做法是 這樣 老師剛剛講說 一種事情會不會造成效應裡面 言論審查的寒蟬效應 我覺得會 台灣有很多的 學校 特別公立學校私立學校 我們公立學校當然相對 學校管理上是比較民主一點 比較開放一點 但是台灣至少有一半的學生是私立學校 那個私立學校的 校民民主化這件事情 其實 就我所知 還有非常多不足的地方 不管你上面 國教署 或者是教育局 有任何 就是一直在宣傳這件事情 一種的事情 或許給了一些學校 可以管制學生 言論自由的一個 好的機會 不過我自己是這樣看 我覺得 我覺得校規這件事情 是一個 可理 處理 處理 處理言論自由 應該說 我們可以把言論自由這件事情 納入校規的保障 當學校要用 要對學生做一些 處分的時候 禁止學生怎樣 涉及到言論自由的時候 那學校必須要 依照校規 才能夠要求 就這樣做 我在想 我以性評為例 像性評這件事情 因為台灣做比較好 所以很多學校校規裡面 其實已經有 性別霸凌 或性霸凌的事情 變成校規在管制 甚至有性別評論 性評委員會的存在 但是族群這件事情 有幾層的學校 在台灣的 學校的 校規裡面 有幾層裡面 有把 發生了 族群歧視這件事情 當作 校規要處理的事情 我個人猜 我個人猜 應該不到 最多就是個位數 有沒有5% 大家可以去體檢 各個學校校的校規 有沒有5% 裡面有寫到 不可以針對 弱勢族 處境不利的族群的歧視 不可以有這些言論 如果有的話 校規可能警告 什麼什麼的處理 有多少學校有這樣寫 其實可能沒有 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處於這件事情 可以先從各個學校 你 國教署或者 教育局 你可以先要 要求學校體檢一下校規 有沒有把 對於族群的 歧視這件事情 放在校規裡面 從這邊就可以先開始做了 如果當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到底只是一個行為不當 還是他是屬於霸凌事件 你要不要進到霸凌轉折 準則這件事情來處理 我覺得這都是可以討論的事情 因為霸凌準則這個是現存的 已經是用國中小的 一套東西 然後 剛才有講過姓平的 但是族群這件事情 事實上我覺得是沒有被處理的 被放在校規裡面處理的 或許 真正比較有效的做法 其實我覺得可以從這上面著手 你的意思是說在校規裡面就直接定出來 族群歧視或是文化歧視的一些 保護或者是罰則 就是所謂多元文化的保護 或是對這種歧視的罰則嗎 那如果這樣子定不也是會對所謂的言論自由 會有一些 影響跟衝擊嗎 還是你覺得 在教育的現場 某些的言論 他是的確是要被限制的 那或者是說我們有沒有 換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有沒有更引導 更好的一種引導的方式呢 或者就是當他發生了我們怎麼去處理 會不會是有各種不同的可能性 我剛會提到放在校規裡面是希望說讓 學校裡面的這些不管是新移民或者是 原住民 當他們感受到他們被 歧視的時候 他是可以依照校規 要求學校協助自己來處理 有一個保護 有一個保障 那不然他們現在只能夠 當這些事情發生在 在原住民學生身上的時候 他們就只能夠 安靜嘛 閉嘴嘛 甚至於裝傻嘛 甚至於呢 自嘲 用來交換到他們的 在這個地方 學習的安全感 對你生存的方式 這沒有一個機制是來保護他們的 那我覺得至少校規 對學生他是最直接的一個 一個約束 那當然我們換個角度來講 他也可以是一個教育 當發生這些事情 真的是在哪些學校發生了 那 學校就 啟動這個機制 然後 進入班級 然後開始 對這班級做輔導 然後也剛講說 校規裡面有這些東西了 不過我還是回來談 學校有沒有能力 去跟學生談 就 學校如果不斷的只是講說 你們不可以歧視 校規有罰 那這個國小就做過這樣的事情 國中再做一次 高中再做一次 所以我覺得最根本的 事情 但我覺得校規 治標的手段之一 最根本還是要回到 教育這件事情上面 那教育就是我剛講的 是不是我們有足夠的 老師能夠 能夠面對學生去談這些 課程 這個還是蠻重要的 所以你並不覺得說 一定要去做事先的審查 或者是某種嚴厲的 所謂的管制 而是有一個保護的措施 然後有一個 解決的一種方法 然後或者是來去協助 他們理解這些問題的一些 最基本的做法 是這個意思嗎 對 我比較傾向這個立場 事前審查這件事情 會讓學校 對學的很多的管制會 很容易無限放大 就是威權之手又再度的 又回來了 對所以如果有一個校規在那邊的話 那校規其實也是約束了學校的行為 嗯 對 嗯 OK好 我想最後一個問題想要請教維善老師 就是 您自己的學校裡面事實上也有原住民族的學生 在一中也有 你們在學校有跟原住民的學生來聊過這個議題嗎 那他們的反應又是什麼 一中的事件發生之後到現在我還 沒有機會 問原住民的同學 不過之前我跟原住民同學接觸的時候 我的確有問過 日曹這件事情 嗯 我就問他們說 你們 哇你們 開玩笑的尺度很大 這樣 對 那我說那 別 非原住民的 可以跟你們講同樣的話嗎 他們馬上說當然不行啦 嗯 他們說這個就是意義不一樣 嗯 OK 所以這對他講就是我們剛才到所謂的內團 由外團 事實上還有一些差別啦 嗯 這個特別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至少是某種的一種 妥協或是某種的保護 讓自己可以找到一個 安穩的一個狀態 就是反而你是嘲笑 也得到一種安穩的狀態 當然自嘲的類型也非常非常的多樣 今天非常謝謝這個維善老師來跟我們分享 在這個教室外的公民課裡面 我們就會知道在很多公民教育裡面 他絕對不是在課堂上面 告訴你什麼叫人權 什麼叫做多元化 什麼叫做平等 什麼叫做不要歧視人家 而是要在更多的生活裡頭 要有更多的實際的接觸 當然我們也知道 公民老師事實上是一個非常辛苦的行業 那這個需要更多 這個學校的教育部的資源 或是學校資源來共同投入 絕對不是只有去禁止 或是辦幾場角做 就會解決這個問題的 謝謝維善老師 我們下次再跟大家討論 我們下週再會 拜拜 拜拜 謝謝關老師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